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像这种重量很轻的眼镜 你还要去注意到它的结构问题 我们来聊一下PTT这个文章 它讲的是高度近视 然后它去挑了一副很轻的镜框 然后它还特别用电子秤 用秤去量这个眼镜的重量 然后它说眼镜重量已经很轻了 可是它戴起来会一直往前滑 它变成没有办法 它变成耳朵上面还要加一个耳勾 其实高度近视有没有 整副眼镜轻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配重 所以我常常会跟客人讲一句话 眼镜不是要拿在手上轻 是要戴在脸上轻 大家会觉得奇怪 拿在手上轻 戴在脸上就会轻 这个不一定 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一支 这个就是真的是一支超轻的镜框 它整体的重量真的非常的轻 这个我现在这边手上是没有电子秤 但是我记得这个应该是不到20公克 这个是非常非常轻的一支眼镜 我相信它整支都是尼容的材质 连镜角整个 然后唯一有金属的地方 只有到旁边这个结构 跟这个鼻须的部分 它整支眼镜非常的轻 但是这支眼镜 我说实在的 如果你的度数不高 500度以内你来戴 你可能觉得舒适性会蛮好 而且重点是什么 你没有在做一些动作 比较大的运动的人 或者说你比较不常流汗的人 它保证好戴 但是今天如果你是500度以上的 甚至像PGT那一个文章上面 它配的是Odivo这个品牌 那我们等一下来聊 为什么 它明明觉得眼镜是轻的了 可是呢 它戴起来 它会变得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需要夾耳勾 我们来看一下配重的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看一支眼镜的配重 其实你可以双手 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因为有没有看到 它前面 现在是没有加镜片的情况 可是因为呢 它的镜角 这种材质是非常的轻 它完全没有任何金属 可是反而你看哦 框面上的体积跟后面的感觉起来 是不是框面的体积上是比较大的 所以当我们一拿在这里 你会发现 如果我手指稍微往后 它的重量就在前面了 这个时候 你的镜片再加上去 会面临什么问题呢 整个眼睛会变 它的重心是在前面的 这个时候我们戴在我们脸上的时候 这个手的位置像是我的耳朵 这里 它的整个重心在前面 它是不是整个重量会往前压 全部整副眼睛的重量就会压在鼻垫上的这两个点 所以第一个你会觉得你的鼻垫被压得不舒服 再来呢 整个重心往前 如果你后面又的 后面的跟耳朵后面的固定又没有办法很确实 是不是就很容易往前滑 如果往前滑像这一种弧度不是那么大的还好 今天如果我们换一个像这样子的 这个比较明显 今天我们这里勾住耳朵了 然后它一往前滑是整个勒在你的耳朵 一往前滑它会整个眼镜的重量完全勒在你耳朵上面 所以你耳朵也会很容易痛 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常跟客人讲 你拿在手上亲不代表亲 你要戴在脸上去感受整只眼镜戴在你脸上的感觉 当然最经典就是三本规这一款 我也曾经 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高度近视的人 他以前他来找我之前 他以前他也到处去找一些很亲的眼镜 他配过什么MAX T花了很多的钱 一些就是湿肉胎也都试过 都很亲的眼镜 可是他一直觉得奇怪我戴那么亲的眼镜 为什么鼻子不舒服 那当时当时是三本规这一组完美配 真的是我看过配重最漂亮的这一组还没有到 我就当时我是拿了三本规另外一组框给他戴 我就说你试试看这一组框 那说真的那客人的反应非常大 我一拿给他他一拿到 他我说来你试带看看 他一这样 他手一接到眼镜就直接丢在桌上 这只眼镜我光用手拿我就觉得重 我怎么可能会觉得好戴 当时他的反应是这样 我说我跟你解释 你先听我说为什么你会觉得重 我说你的眼镜 你是不是戴着觉得重量都压在你鼻梁上 而且你鼻子觉得很不舒服 而且常常很容易滑动 很容易往前掉 你常常每天在那边拖眼镜 他说对啊 OK这个时候麻烦你你先你先拿在手上你觉得重 对不对 你先麻烦你把它戴在你的脸上 你先感受一下你的鼻垫 戴上去之后 他说鼻垫上是真的感觉轻很多 为什么 你看这个我们一戴上去有没有发现 他这个重心 甚至说我们到这里来了 有没有 他的整个重心是往后戴的 而且这次框我们目前在我们店里面 来店里面试戴过的客人都知道 你一戴上去之后 他们说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整个重量是在后面的 你在眼镜整体在你的脸上是平衡的 你就算镜片加上去 他也不会像说像这种轻的 他会整个配重会跑掉 所以我们进来来讲一个重点 就是说今天如果说你是高度近视人 你想要找一只戴在你脸上比较稳定的近况 有哪几点要特别去注意的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配重 配重怎么看很简单 眼镜拿起来在脚垫这个部分 两只手你这样稍微放着一下 他会很明显真的好一点的配重 他会很明显往往这边掉 配重不好的很明显 有没有 他会往前 那个配重是差很多的 这是第一个配重 再来呢 进脚的稳定性 像来我们看一下这种脚 他非常软 有没有 他非常的软 有的人会觉得说 这样很软 我比较不会有夹的问题 对 你说到他比较不会夹 相对的他的支撑性也会变得很差 所以呢 今天如果 浅度速度的人 他就镜片薄薄的 他不重 然后他喜欢带的很轻松 那没有问题可是你是 我们高度近视的人 镜片的稳定性 很重要 第一个你的镜片比较重 再来呢 我们焦距如果稍微 那个跑掉 眼位稍微眼镜往下滑 眼位的位置稍微跑掉 是不是我们在看东西 视觉品质也会受影响 所以在你的脸上的稳定性是重要的 所以他对啊 他不会夹 可是相对的 他的稳定性也会不好 所以 我们可以看 你可以去找 这个镜角 反而他是硬的 那硬的重点是什么呢 他可以按照你的脸型 要去调整好 去塑形好 那他反而 因为他硬 他反而他调整好之后 他反而比较不容易变形 那他可以完全按照你的脸型调整好之后 你反而可以感受到比较好的稳定性 就算细的也是 不是说细的就一样 像这个是固金属的镜框 他虽然看这么细 可是 他是硬的 他不会像那种软趴趴的那种 像一些很细的贝塔态 他会变得很软 那稳定性也会差很多 所以不是说细 就一定代表说 他的稳定性不好 你要去看他用什么材质 这个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别 再来 鼻垫的部分 像我们看一下 这个叫做 传统索罗斯的鼻垫 这种 坎露的鼻垫 这个会关系到你的 鼻梁的情况 如果你是那种没什么鼻梁的人 千万不要去选这种鼻垫 因为这种鼻垫 它很难去调整到 就是完全去服贴在你的鼻梁上 所以你的鼻垫的稳定性会较差 再来一点 这种比较特殊结构的鼻垫呢 它的选择性也比较少 反而是这种 传统结构的鼻垫 它的选择性非常多 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 你的肤脂去更换任何材质的一个鼻垫 你要矽胶指法的要空气鼻垫 对不对 它都有 甚至你要换纯态的 它都可以去很轻易的去可以去做更换 而且它也是最好调整的鼻垫 所以如果你的鼻子 当然如果你有长得像金城武 蒋有薄还是那种鼻垫 那当然鼻垫随便你挑 如果说你不是 像我的鼻垫虽然有高度 可是没有厚度 那我都习惯 最喜欢是带这个 像这种我都觉得会比较难带 所以这个要特别 鼻垫也要特别去注意 所以高度近视 你想要稳定性高一点的近框 几个点非常重要 各位记起来一下 你在挑选近框后 可以自己先筛选 因为今天如果你去的远镜行 这个门市人员或者 他的验光室 可能他的经验不是那么的足够 反而是说你去到一些 比较连锁量饭店的 他在挑选近框的时候 他是不管你的 他只负责帮你验光 介绍镜片 近框是你自己选择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应该有这个经验 你自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首先拿起来 我们先看配重 大概角链过来一点点 看一下配重 最好是脚要往后沉的 像这么细的 他还是一样 脚是往后沉的 这个配重 再来你稍微自己戴在脸上之后 你先感受一下鼻垫上面的压力 这个会相当明显 你会发现整只眼睛的重心 是在鼻垫上还是平衡到耳朵后面去 因为你还要考虑到 你现在实戴的是还没有装镜片的 如果你在还没有装镜片戴上去 就觉得重心已经在鼻梁上了 镜片再上去之后会更惨 然后来 脚套一定要好调整的 像这种 这个很明显 这个后面它就不好调整 它很难去调到 跟你的耳朵后面去完全去做服帖的 当然如果你挑的是欧克林那种指甲那个不一样 我说以大部分 大部分的镜框来讲 好调整的 可以去比较准确性的吻合你耳朵后面的弧度 它勾住耳朵的后面的 那个稳定性比较高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眼镜如果后面勾得比较轻 它比较不容易滑下来 也会减轻你鼻垫上的一个负担 再来进脚不要太软 不要这样子像这个 端油油有没有 这样子会 这个反而稳定性会较差 你反而选择 进脚是比较稳定一点 然后还有一点脚长一定要够 有时候 常常有些人他的耳距是比较长 他常常跳那个脚长真的不太够 然后就硬调 后面耳朵后面剩这一小段 那反而支撑性也会变得 也会打折扣 所以这几点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高度近视 你要选择稳定性高的近框 这几点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希望这个影片对大家要有帮助 谢谢各位